Liam Payne 一位一位男生的一位男生團隊 One Direction 已經在31歲了 請問他在酒店從三樓的房間 一世代蓮恩才剛發文就墜落喪命 招募及飯店大廳摔爛筆電 英國天團One Direction 一世代前成員蓮恩龐恩 經傳促世享年31歲 根據CNN報導 警方表示 蓮恩16日在下榻的阿根廷 尼布宜諾斯愛麗絲一家酒店墜落身亡 救揮人員感到時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早安 而蓮恩墜落身亡前45分鐘 也才在Snapchat發布和女友度假影片 我們在阿借大廈的報告 他們說在晚上 警察員們在夜晚 被人家傳送到911號 他們被告知 說出了一個 敵人的 可能是被人家影響 毒品或是酒 那些都是我們現在有的 除此之外 也有目擊者表示 蓮恩在飯店大廳 因情緒不太穩定砸了自己的筆記型電腦 而被工作人員請回房間 隨後就傳出2號 因為一旦的原因是因為 Simon 提醒我 在2年後我會做這個 節目中與哈利時泰兒 Louis Tom-Linson 奈爾霍蘭和 莎莉克共同組成 說歡迎男團一世代 但蓮恩一直努力在 經營自己的音樂事業 他在2019年發行首張個人專輯 今年3月也有新作品問世 本月出台參加了前團員 奈爾霍人在阿根廷的演唱會 而蓮恩促使消息傳出後 大批粉絲也到他的IG留言悼念